刚刚13号有一个大马的华人女孩 明川大学 被这个疑似男友吧 刚刚认识一个新妻的男友给勒死了 这个男的后来还想自杀未遂 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2020年开始 2020年就有两个 也是被这个 一个是被封尸啊 一个被奸杀 都是很惨的 卧槽 这台湾人怎么这么变态啊 太变态了吧 在大陆的留学的这个 印度尼西亚呀 马来西亚的华人女孩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 被大陆男的杀害的 从来没有 这台湾怎么回事啊 鬼岛吗 这是 太过分了 怪不得那个反送中呢 这个蔡英文 你这个治安是怎么搞的 我觉得还是 台湾这个刑罚 震慑不够 对吧 杀了人不用偿命啊 那个 香港不是2018年 有一个陈国志吗 陈国志就是 和他的女友在台湾旅游 把他的女友给杀害了 然后就返回香港 返回香港以后 他要求去台湾自首 但是蔡英文政府不接收 不知道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 发起的那个反送中游行嘛 对吧 反正这个香港台湾这边的男的 确实 我觉得比大陆这要暴力的多 大陆反而没有这么多 这个伤害外国留学生的案子 就这个陈同佳吧 这个人长得 长得挺猥琐 把自己的女友给杀了 台湾当局 主要是出于这个 政治考量嘛 也就是 因为这个事件 大陆发起了这个修例 而这个 香港的年轻人也受这个 外国境外势力的蛊惑 发起了反送中的游行 2019 2020年闹的 特别是2019年 整整一年 这个游行和反黑豹不断 就是那种黑乱哈 黑衣人 打着雨伞 哎呀